秀出在社群平台發布的影片 游先生是鼎大化工系的準博士生 因為不喜歡被限制打卡上下班的環境 游先生在讀書期間在餐飲業以排班方式打工 目前也有多項兼職的他 對自媒體特別感興趣 希望收入穩定後可以朝影音拍攝剪輯方向創業 今天餐飲的話就是部分就是車展的部分 或者是一些外匯餐點製作的部分 以目前來講的話其實也是要看檔期 那如果是檔期多的話最多就是五六份 那如果是檔期比較少的話 可能就是包含日商餐飲業加起來就是三四份這樣子 以原本的薪水來講的話 的確有入不敷出的狀況 所以才會去做監裁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當然是希望有彈性的自由時間 可以去安排自己的工作 基本上的話就是以這樣子的狀況去打工 一個月的話至少兩萬五到三萬是沒有問題的 至少時薪也有兩百起跳 那就是他也 其實我會找一個檔期比較長的 可能就是他需要 就是可配合時間比較四到五天的那一種 才會比較穩定 這樣的檢裁效果才比較穩定 拿出韓國語文能力測驗單 現年三十歲的林小姐原本在科技公司擔任採購 離開公司後除了靠多份零工維持收入 有英語和韓語專長的她 還在料理體驗教室擔任口譯 她期待之後能早日錄取正職工作 重返心儀的外商公司 就這陣子不管是展場活動或是論壇 還有一些會議的部分都有擔任接待翻譯 然後還有一些學會的禮賓人員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有在那個 烹飪教室幫外國觀望課做翻譯這樣子 因為我之前薪資不算太低 就是還是沒有資金多 但是一個月可以至少三萬塊沒有問題 主要是看檔期 就是譬如說展場一次檔期四天我就會接 然後或是會議一次可能三到四天 然後像烹飪教室的部分就是 只要老闆他有工時的缺 他就會問我說你今天能不能做這樣 那我就會去這樣子 如果是細部看來的話大概七八份有 我覺得可以彈性運用時間 然後可以讓自己之前比較身心疲憊的部分 稍微修養生息一下 因為科技也出省 畢竟可能薪資還是比較偏高一點 所以但是會希望能找到可能譬如說 半人端混合型的工作 然後如果能夠符合一些 譬如說要理教室的部分我還蠻喜歡 能繼續走下去的話 我希望可以是這個模式 基本工資時薪從176元 調升到183元 不過多數上班族並不買單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顯示 有高達7成3的上班族對此態度消極 認為合理的時薪待遇應該是206元 相較於法定基本工資明顯高出23元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發現 有7成3的上班族對此是表示態度比較消極的 其中53.8%的人認為說儘管薪資調漲 但是物價還是更高 另外18.8%的人認為調漲的幅度太小了 其實對於生活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幫助 那至於上班族心目當中 要多少的薪水才是夠用的呢 答案是206元 那相較於基本工資時薪 183元相比還是有23元的落差 那其實換句話說 等於距離上班族心目當中的理想薪資 還有12.6%的成長空間 那其實錢不夠用 可以說是現在上班族的共同行程 根據我們調查發現有超過55%的上班族 他們是月光族 只能勉強達到收支平衡 那另外呢 15%的上班族幾乎是弱不敷出的 他們必須要借錢才能過生活 而只有三成不到的上班族 是有餘育可以存錢的 所以有介於此 很多上班族願意在歲末年中的時候 幫自己打工兼差 來增加自己的收入 根據我們調查發現 有8成4的上班族 他們都願意在這三個月的時間 來進行兼差打工 那這也是2019年以來的新高 那上班族希望透過兼差打工 可以幫自己增加14850億元的收入 其中上班族最願意投入的產業 排名第一的是餐飲服務業的內外廠 再來是門市銷售 禮貨人員 還有超商店員 而比較特別的 有很多上班族願意擔任助選員 一起上街掃街 或者是幫忙發文宣等等的工作 因為歲末年中 是台灣傳統內區市場的旺季 再加上可能尾牙 活動等等 尤其在餐飲服務業 我們人力銀行的職缺 兼差的部分就有超過10萬筆 那很多餐飲業者 為了在這段時間 可以找到短期的公讀生 他們願意給出高於基本工資的薪水 那至於上班族他們認為 要給到多少的時薪 他們才願意投入餐飲服務業呢 答案是217元 對 其實根據我們調查發現 上班族因為有55%的人 幾乎是月光族 那在他們的時薪 或者是他們的月薪 基本上正值薪水不夠用的情況之下 他們會希望可以在年底 打工旺季的時候 可以加入兼差打工的行業 來幫自己增加業外收入 其實我們之前有針對新鮮人做過調查 發現現在的新鮮人 比起正值的工作 其實有超過20%的應屆畢業生 他們是寧願選擇多份兼職 然後運用更彈性的工時 來達到賺取收入的部分 所以等於說現在就業市場 確實是在改變當中 比起過去大家可能追求穩定工作 現在年輕人更看重的可能是彈性工時 還有工作跟生活上的平衡 根據人力銀行資料庫顯示 截至112年12月 有將近10萬筆兼職工作機會 其中以餐飲服務業佔最大宗 而根據調查顯示 有高達75.3%的上班族 願意從事餐飲服務業短期打工 但是時薪必須達217元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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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